與與藥基金合作 我覺得這個很需要 讓我們香港或全世界女性 去關注這件事 今次是做100個 Wareable and Watery Art 我們做了這個前秀 因為都是需要時間 都是需要一個有溫度的禮物 亦是一心一善 很多朋友說我可以幫你買這麼多 二十個我說都不好 因為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知道 有這樣的暫時 我在2018年去了港西 港西時我去開會 會議全國不同的族 他們全是小數民族 全是穿著他們自己的民族服出現 他們的民族服 我便以為這麼漂亮 當然是問人家去哪裡買 但大家跟很詫異的眼神 看著我們全都是自己做的 因為全都是非文質文化遺產 即是藏族、洞族 大家有不同的服飾 我便覺得很漂亮 我便覺得怎樣可以把這麼漂亮的刺繡 可以擁有一些現代的設計 其實港西是一個自治區 如果是在中國大陸來說 我最初五名的窮困一定是有港西分 所以在婦女當中 她們當數是低學識 和低技能 所以我想如果她們可能有刺繡 可以令到可以做了一段天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當我開始接觸的時候 發現她們很多希望可以留 因為全部都住得很遠的地方 那次我去第一次合作和洞族 我是坐六個小時的車去 即是已經有高鐵 再坐車 因為是入到山上 所以我覺得 而這些婦女去做一些刺繡 她們只是做一百元 做一個首長這麼大派的手片 那時我便想 原來我們女性的青春 就是一百元一天 那我就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是不能夠去接受 或者是應該可以去改變的東西 而當我去看法國 看我們的名牌、刺繡 我會看到人家刺繡的大師 即是她們的手 全部都是很纖繡 很白整的 但當我看到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我看到動軸的女性的手 全部都是圍在黑邊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她們是 因為賺的收入少 她們還是要落田耕種 那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用刺繡 可以提升整個文化的推送 可以將這個 帶到一個很世界級的平台 可以令到她們的收入可以改善 那這個我覺得 只是長短的方法 所以我就藏立了軍閘團 就這樣做了 那是 最多的 作詞 小姐 妳 有